今天我們打算來教可能是這學期最後一個主題 就是神經網路的部分 這個主題數學比較多比較複雜 我們先來看一下神經網路到底是什麼 這裡這個連結 我還是從我這邊進去了 這個連結沒有存好 從我們的人工智慧教科書進去 OK 選神經網路這裡 所以連結有誤我把它更新一下 好 OK 那神經網路大概是人工智慧裡面我覺得最最不像計算的東西 它一點都不太像電腦做的事情 它很像我們腦袋做的事情 但是你說腦袋做的事情又覺得太高級了 你把它想成是比如說螞蟻的腦袋或者是變形蟲的腦袋之類的東西 那就會覺得有點轉神 那基本上它就是在模擬神經源這件事情 問題是神經源到底是什麼樣的 我們在生物學上面我們已經知道了一個神經源大概長像這個樣子 當然這是用手繪的繪圖 就是生物學課本裡面很多都喜歡用手繪繪圖稿 為什麼 因為這種東西你造不出來 你拿那個顯微鏡去造的話 你造出來也沒有這個漂亮 你沒有辦法很詳細的造出整個神經源的詳細的剖面啊各個部分 所以通常他們會由一些美術家來把科學家所做的神經源 然後把它畫出來 把生物學上各種東西畫出來 那這裡是代表了一個神經細胞 一個神經細胞裡面當然就是跟一般細胞一樣 像它有細胞 核細胞 膜 細胞 脂 裡面有DNA 然後外面有蛋白質 然後呢 神經細胞比較不同的是 它會特化出這種神經軸 那會有神經圖觸 那有樹圖 有軸圖這些東西 那圖觸上面呢 還會有所謂的小泡 然後突出間隙 裡面會有一些化學物質可以用來傳導 那傳導什麼呢 通常是傳導電衝動 OK 所以人體裡面是有電的 你萬一你被電到了你人體裡面的 那些就會受損了 那所以當你有這麼複雜的結構的時候 我們電腦到底要怎麼模擬它 這是個問題的 因為電腦如果要模擬這麼複雜的結構 它的計算勢必就很複雜 那可是事實上 這麼複雜的結構 它想表示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能不能抓到它的核心理念 我們就只要模擬那個理念就好 因為畢竟我們不需要模擬圖樹裡面有化學物質 然後化學物質可以傳導電衝動之類的一些東西 我們其實是不需要模擬的 那我們到底要模擬什麼 我們可能要模擬的是電衝動的強度 OK 那過濾的機制 然後觸發的強度 這些東西我們把它數位化來模擬之後 OK 我們可以用這種很簡單的模型來模擬 單一個神經元 OK 我們就可以把它抽象成 OK 這樣一個圈圈 好 那這個圈圈呢 有很多輸入的圖處或者是神經軸 然後輸入之後呢 每一個都有 每一個輸入的線都有它的強度 OK 那真正的衝動呢 是由輸入訊號的強度 再乘以這個權重 線的強度所決定的 那但是最後這個神經元呢 它會把所有輸入的強度的總和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 它會經過一個轉換函數 這個F 轉完之後再輸出 好 這種F函數通常是一個很像0與1的函數 可是它會是一個可微分函數 這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好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把神經元的模型 簡化簡化再簡化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我們就很容易用電腦來模擬它 那用電腦來模擬它 這種東西就成為神經網路 那這邊是一個單層的神經網路 它現在有三個神經元 同樣它有三個輸入 這每一個輸入都會連接到每一個神經元 那這種是一個全連接的神經網路 OK 那最後這三個輸出 可能這個是1 這個是0 這個是0 那我們就認為說 OK 現在這一點所代表的那件事情是事實 其他點所代表的事情沒發生 OK 那舉個例子 什麼樣的例子可以這樣做呢 最簡單的例子就像上禮拜我們舉的手寫辨識 你手寫辨識最後的結果就只有0到9 所以如果我這邊有一個神經元代表0 另外一個代表1 再來代表23456789這樣子 那最後它出來如果這個強度是最強 那就是0 就辨識的結果就是0 這個強度最強辨識的結果就是1 好 那手寫辨識這個題目其實是一個神經網路裡面 百做不厭的題目 為什麼 因為這個題目 說真的簡單又好像很簡單 可是你要做得很好 以上禮拜我們的弱把而已 我們先抽特徵 可是神經網路可以在完全不抽特徵的情況之下 把它做好 這一點就是他比較厲害的地方 他完全不需要你告訴他說 我現在要從第一點到最後一點畫一個項量 我計算這個項量的長度然後當成一個特徵 不用 你就把所有的點輸入就好 OK 那這不是很夢幻的一件事情嗎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這樣做 那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這樣做 我只要訓練就好 我只要給他標準答案然後訓練 甚至有些問題呢 連標準答案都不用 所以神經網路通常分成兩類 一類是有標準答案的 那種叫做有指導者的神經網路 另外一類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那叫無指導者的神經網路 那兩種的功能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剛剛我才發現 我的數學式呈現有問題 那這顯然是我最近改版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小失誤 所以這個我回去再修改 那所以這數學式怎麼辦呢 看維基百科 基本上我很多數學式也是從維基百科來 所以你看這裡 看不到那邊的數學式就看這邊 就好 好 OK 那這個圖我也是從維基百科來 所以如果稍微詳細一點的話 可以看維基百科 那再更詳細一點呢 你就直接看英文版 不過我們的重點課程 我們主要都希望說用程式來呈現 所以呢 我們今天重點還是程式 那我會給各位看神經網路的程式 看那跑的結果 那透過這個程式 你再回去看維基百科 再回去看我們的文章裡面的內容 會比較容易用程式來體會這件事情 好 那所以我們 現在就稍微來看一下 概念 看完之後我們再來看程式 好 最早的神經網路程式 一個很著名的叫做感知器 這是由Rosenblatt在1957年 Cornell航空實驗室裡面所發明的 那 但是 他提出來這個感知器 其實那時候的用途很小 他只是在探討說 OK我現在 如果我採用上面那種類似神經模型的方式 我到底能夠做什麼事 OK 那 他後來就用這個東西來做了很簡單很簡單的事情 什麼很簡單的事情呢 就是 各位如果學過數位邏輯 你應該知道 邏輯輪有and or not as all 這些類 這些邏輯輪 那 Rosenblatt他 試圖用他的神經網路感知器來做的事情就是 透過這樣的神經網路模型 我有沒有辦法做出and or not as all 好 那他就做了 然後發現 我可以做出and 我可以做出not 我可以做出all 好 現在有一個麻煩出來 他做不出so 但是他沒有去詳細的想為什麼我做不出so 好 1969年的時候 Melvin Minsky 和Pepper 那這兩個人就出了一本 專門為這個東西出了一本書叫Perceptor 那其實 Minsky他本身自己的論文也正式做神經網路 Minsky也得過土靈獎 那他做神經網路 而且他在有個故事 就是他的博士口試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神經網路機器拿出來 然後給大家看 然後說明他的實驗 他就是那時候還是真空管時代 在他博士的時候 大概1940幾年 那時候還是真空管時代 那他口試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一堆口試文都在下面 Minsky在上面報告 講完之後 這堆口試文通通都是 當時是電腦的早期 基本上沒有多少人做電腦的 那電腦領域的開路先鋒的大佬 全部都做在下面 然後呢 就 Minsky講完之後的人就提問提問他 請問 你的研究的science在哪裡 Where is the science Minsky呆掉 沒有辦法回答 沒有想過人家會問這個問題 我確實做了神經網路 但是 你說他是科學 他是一個模擬 這模擬有什麼意義 講不出來 馬上被打槍 未來各位如果念碩士口試的時候 應該也會有類似的場景 念博士的時候會更嚴重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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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一位口試而言 就是 John Monumann 馮友曼 他出來講了一句話 說 Minsky 的研究現在不是science 但是 但是以後會是 馬上 全場沒有人敢再問第二個問題 Minsky Minsky就畢業 OK 那這是有關於 博士口試的一個故事 很多非常知名的人 在博士口試上面 都有很多故事 再舉一個例子 也曾經得過 圖靈獎的Alan Kay 也就是Small Talk的發明人 物件導向的開山始祖 他在口試的時候 被電得很慘 所以後來他絕口不提 他曾經念過博士這件事情 然後人家訪問他 他得獎之後人家訪問他 他就說 那個博士學位證書 只不過是 一張上面有簽了 人名的紙而已 OK 那所以他顯然 顯然 博士口試很不開心 這是一個 OK 所以如果萬一未來你的 碩士博士口試不開心的話 不代表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你試圖的去把論文做好 然後試圖的把研究做好 那剩下的東西呢 就是認同問題 認同問題 往往你太過前衛的東西 人家是沒辦法接受 OK 就像神經網路在當時 其實是非常前衛的東西 人家是沒有辦法接受 好 那到了 1986年 Lumhart這些人又提出了 backpagation 這個演算法 那Lumhart這些人裡面 還包含了 Hinton 這個Hinton就是最近深度學習 重新再把神經網路帶回來 強力復甦的一個關鍵者 他 在這兩個關鍵論文上面 他都參與 所以這個Hinton是一個非常 神經網路上面非常重要 好 那 反向傳播演算法 其實 後來人家去找 發現1974年就有人提出來了 並不是最新的 所以這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1974年就有人提出來 但是1986年 為什麼他又再度 再度 變成熱門呢 因為1986年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語音辨識 他在完全不靠任何的 特徵抽取的情況之下 可以把語音辨識做到 將近90%的正確率 所以導致神經網路在1986年 透過這個反傳遞演算法 提出來之後 又開始變得很熱門 那時候我大概 就剛好是大學的時候 所以 這種東西一陣一陣 那最近的深度學習 又帶回來 其實是2002年 平騰再提出來的受限波子慢機 再帶回來一次的大熱門 OK 那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 雖然看起來很神奇 但是他絕對有他的限制 最大的限制就是 你搞不清楚那堆權重 到底是為什麼這樣 他沒有任何一個直覺意義 給你 你完全看不出來 我為什麼會訓練出這個網路 所以當ABAGO打敗李四十的時候 你去問 問那個 那個誰 黃世傑 問他說 為什麼 為什麼第四盤書 不知道 為什麼第三排 他也不知道 因為那是神經網路跑出來的 我怎麼知道咧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單層感知器 那因為這個數學士有問題 就請直接看危機百科了 那單層感知器 大致上是這樣一個模型 就是 OK 有一個神經源 有一堆權重 有一堆輸入 然後呢 經過一個 函數之後 輸出 OK 這就是 感知器 那 這個 單層感知器的 部分 其實模型就很簡單 就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看程式 程式怎麼做咧 這裡我們有一個 Perceptron的程式 好 那我們把它 先打開一下 存檔一下 好 一樣我把它存在桌面的JS底下 就叫做Perceptron 好 那這裡我們稍微看一下 到底在幹嘛 你看Perceptron它是一個 function 其實這是物件導向的寫法 這個是一個建構函數 OK 它裡面還有 像Step Training這些方式 好 那最後開始主要學習程式在這裡 它就建立一個Perceptron 然後開始做訓練 那訓練的時候你要傳一個真詞表給它 最後它看能不能訓練出跟這個真詞表完全 一模一樣的結果 OK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是學習成功 應該不能說一模一樣 就是物差在非常小的範圍之內 那我已經認為它是一樣 OK 那否則的話就是學習失敗 那這邊我們給了三個真詞表 一個是and 就是and的雜 一個是all 一個是so 那你最後就會發現說 and的雜它可以學得出來 all雜它可以學得出來 sor雜它學不出來 因為單層神經網路 沒辦法辨認sor雜 那為什麼呢 這裡 我看看有沒有 這裡沒有 我看一下 單層神經網路沒有辦法辨認sor雜 這裡有個圖 好 這圖是這樣的 為什麼單層神經網路沒辦法辨認sor雜呢 基本上所謂的單層神經網路 它不管怎麼做 因為上面的那個東西是個線性系統 在還沒有經過f轉換之前 就算經過f轉換 它沒有再繼續輸給下一層的話 它還是個線性系統 一個線性系統的 狀況就是 它會在這個空間裡面切一刀 切一刀的結果 像m的雜我可以切一刀把兩群分開 把0和1分開 這三點都是0 這一點是1 所以它可以切一刀分開 all雜也可以 我只要切一刀切在下面一點 這三個1的和0的就分開 ok 但是呢 這裡問題來 這個 這個 兩個1的在斜對角 兩個0的在斜對角 你怎麼樣切一刀可以把 把這個紅的和藍的分開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嗎 至少在單層的情況下做不到 在雙層的情況下可以 因為雙層之後 你可以想像我們可以怎麼把它分開呢 所謂的雙層它會多了一個維度 多了一個維度 我怎麼樣把它分開 你會想應該很難分開 可是你多了一個維度 你可以想像 我可以有兩根手指 這個手指呢 把中間這一段押下去 斜對角的中間這一段押下去 分開 切一刀就可以分開 所以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執行這個程式 我們直接執行這個程式 我們先儲存 然後我們來執行一下 好 好 那 執行結果 蠻簡單的 你可以看到在学习M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做 每时代我印一次它的结果 你会看到这边到了第三时代的时候 它就学习成功了 为什么学习成功 你看这里的YD跟E是一致的 是YD跟E吗 我们看一下 S是输入 W是权奏 那这里的输入 这边是-1 -1-0-0-1-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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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这样子 那到了這裡呢 這是權重 乘完之後相加 然後再輸出 然後呢 你會看到 當他答案一次的時候 他就是 就是學習成功了 然後在這裡 最後的學習權重 以這個O函數而言 最後的學習權重是這三個 因為他只有三條線 以我們的這個例子 只有三條神經線 好 那學習SO函數的時候 你會看到 我一直學 學到了1000代 結果還是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他的學習就失敗 所以現在就請各位去試著 執行這個程式 然後看一下他的結果 好 那我們待會再更詳細的講一下 到底這個程式和輸出結果是怎樣 ając所解的